這邊的話輸入2 這邊的話輸入0 OK按個確定 董事長4就出來了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當然如果你要練習 這邊延伸器練習 假如你要查什麼 假如你檢視與參照裡面 如果你要用別的函數查詢 最常用到是index 然後呢配合什麼 不過index 本身呢他可能會 跟那個match做搭配 所以會先用match查 查完之後再丟給index裡面 你們也可以試看 不過我覺得這蠻重要因為很多人 第一招不會沒有會 第二招那你完蛋了 只會一招 之後就掛了就是查不到了 就沒辦法了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這個可能也許再學一下 備用 備而不用 但如果你實在是 那index呢 基本上你按確定啦 所以以後你學函數 大概就知道一下就是 他的 他會三個東西 第一個問題說 你的array在哪裡 你的範圍 那個範圍指的就是你要 去帶資料回來的那個範圍在哪裡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應該指的就是 F3 如果我今天要查的是什麼 董事長司 就是部門表 OK 部門表這一個 那他會問你說你這個部門表裡面 這個範圍我已經剛剛已經選好 部門表裡面呢 這個表裡面 請問一下你要抓的是 這個部門表裡面的哪一列啊 所以這邊的話 特別是喔 他概念是列的話 是第幾列 我們看到是這邊是第一列啊 藍的話呢 我要抓的是第二藍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有點像天空庭 你這邊輸入1 這邊輸入 下一個的話是2 董事長4呢也會過來 有沒有 可是呢問題來了喔 我們現在喔 已經自己已經知道 我的那個什麼呢 我的A01 是在第一列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喔 假如我把它什麼 向下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喔 全部都董事長司 為什麼 因為你自己填 列都是第一列 可是問題我的列 不一定在第一列啊 我的列可能在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所以我剛剛提過喔 假如說呢 你要能夠用Index改的話 這邊喔 可能你必須配合 Match函數 那這個Match函數 就是去查詢的意思 查那個資料 在第幾列 把第幾列的訊息呢 回傳告訴你 那你就把Match 放到這個中間來 這樣就查成功了 所以喔特別說 如果你要Match查的話喔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把這邊變成說 你的函數裡面要放函數 所以那我的習慣會怎麼做呢 我會先做裡面的函數 做完之後 再把那個函數 減到這裡面來就可以了 OK 所以喔我們把這個概念喔 先在做Index之前喔 我先把這邊喔 我先把它刪掉一下 我們先插入那個Match 所以這邊的話先用Match Match裡面的話 它會問你說 一樣是Lookup Value 所以也有跟VLAN是蠻像的點 就是這個 Lookup Value 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A01的值 那Lookup Array 這意思是說 你要到哪邊查 所以接下來的話 你就告訴他說 我要到那個F 其實F3我看一下 直接從那個所謂的那個 部門表 OK裡面幫我查 不過呢特別注意喔 我們現在的部門表 裡面是包含什麼呢 包含這個 包含兩個欄 但是特別注意喔 他這個Match 只能夠給他一欄喔 因為你給他兩欄 他不知道該查哪一欄 所以記得喔 這個部門表 這邊的那個Lookup Array 你恐怕就是要 切到 這個代號檔裡面呢 告訴他範圍 從哪個範圍呢 從D2 到這個 底下的D18 這個範圍 當然呢 你這個地方 也可以先建一個名稱啦 在代語也可以啦 只是說我們先 先這樣的方式 然後呢 這個地方的話 Match Type 它底下會跟你講說 一樣喔 是0 是完全比對 一模一樣 那 也有個1 1的話 是找接近的 不過 你會發現他多一個 Match條件 是-1喔 這個-1 跟1 有什麼差別呢 也特別說 他找接近的喔 1的話 是找比 接近 接近的話呢 他是不大於 就是 他會找 比他小的 那-1的話呢 是比他大的 因為找接近的 有比他大有比他小嘛 對齁 所以如果你要找比他小的 就要用1 找比他大的是-1 所以這個地方 等於是-1 這個是跟那個 V-1 最大不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遇到那個 找接近的 但是要比他大的話 那你可能要只能用Match 不能用V-1 所以Match多一個 這個功能 那我們做好之後 按確定 OK 就找到了 當然你如果往下填滿的話 他會錯誤 為什麼 因為這個範圍可能要把他鎖起來 按F4 那我建議是鎖列就好了 所以按F4兩下 因為我們只要向下填滿 只要鎖列就可以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這個把他打勾之後的話 再向下 他這個時候就幫我查完 查完就是說告訴我說 你的那個列是在第幾列 已經查到你要的這個部門代號 所以A01是在第一列 B01是在第二列 然後C01是在第三列 切過來看一下 對沒錯 123 所以他查出來就是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幾列 那如果我已經知道第幾列的話 那我就再來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 這個 這邊 剛剛的這個客戶這邊 剛剛的員工這邊 那我就可以把 這個Match公式怎麼樣 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呢 再插入那個 到那個 我們剛剛的那個 Index 這個Index 裡面的話呢 直接按確定 直接就把Match先貼到RowLumper裡面 其實就是這個地方 那 Array的話呢 直接F3 直接指向那個 部門 部門表 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我就從部門表裡面 已經知道他查出來是第幾列 那藍的話 我要第二藍 這樣的話按確定 就可以向下填滿 看一下 基本上 結果 會跟旁邊的是一樣的 不過呢 當然比起來 V-2函數 相對的簡單 可是呢 V-2函數呢 它的缺點就是 只能夠查第一藍 如果你要查第一藍以外的位置 你就可能要用這個方法 Index 配合Match 這個方法 其實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因為 蠻多人 這個工作裡面遇到 這個編號不太低藍 那就 沒有別的招了 沒有別的招怎麼辦 那你就可能 就是要突發鏈的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也許可以試試看 大概是延伸 補充說明的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就是客戶名稱 客戶的部分 先是名稱 也稍微把它試一下 這個我剛剛延伸多講一個 一個Index 配合Match 那我基本上會分兩階段 先做Match 把Match做完之後 再做Index 那Match的話呢 這邊大概 先第一步 移動 給它這個部分 請各位試一下 步驟 另外